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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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 孙悦 这个 不要说逢年过节 任何的假日 结婚的人真的多 订餐厅半年 一年以前就要订 哇 真的热闹 大家觉得这都是喜事高兴 但是我必须说 结婚的背后 那个离婚率之高 也是让人家害怕 怎么会这样子 你看看 两个人相识相爱 然后到某一种程度 升华了 说我们两个结合一体 我们两个结婚吧 大家祝福 从长辈到长辈的朋友 从自己的同事 同学 以及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 都为这一对救护 都为这一对救护 曾几何时离婚了 为什么 我常常的给人家正婚 我只说 我只说就是一个我和我们 当我们想事情都是我们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现在 我们将来 我们的未来 等等等等 这是个美好的计划 中间会有破折 可是呢 是我们同样的度过 但是当这个两个人结合以后 在想事情 总还在维持着我 这样我不高兴 我这样子 他我慢慢地就开始分裂 人跟人的关系都不一样了 那从家里头这样的分裂 长时间地下去 他必然地会造成了一些不幸 所以记住一件事情 结婚是大家所祝福的 好好地维持 圣经是说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 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 所以当我们 我们 我们的时候 你在想事情 不一样 很多事情 都不一样 你会有容忍 会接受 会谅解对方 希望大家 这个 我跟我们之间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区隔 上帝赐福你